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遮风挡雨的物质 以及交通工具 那什么又是想要呢? 想要是我们想要拥有的东西 没有了它们 我们还可以继续生存 比如玩具和电视机 零食和汽水 故事书 平板电脑 手机 都是想要的东西 不是必需品哦 为什么分辨需要和想要 如此重要呢? 因为没有计划性的购买 会造成我们买到许多 我们想要 但却不需要的物品 比如超市大减价 购买太多的衣服 自己有了球鞋 确定不过想买名牌球鞋的欲望 这些都会造成浪费金钱 和家里存积太多物品 因此我们应该以需要和想要 来区分我们的物品 这么做可以避免重复购买导致的浪费 简化生活的同时 也可以把多余的金钱 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比如帮助别人 可说是一举多得哦 今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